这是乾隆早期的关窑 磁州窑在我的心目中是非常重 他的收藏价值连城 您见网友落了 这种就很意外的 他是京城最早的古丸虫 他的博物馆如同一个文物诊所 这三家都分了 看这种的 收藏界的传奇人物 这间大皮我买了二十多年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关窑博物馆馆长马维都来说 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 似乎早已成了家常便饭 甚至对电视节目的拍摄 他也显得很在行 开始介绍啊 就是介绍这东西怎么来的 不是不介绍这个东西是吗 也得介绍两句 我是冲着哪说呢 这是乾隆时期的官窑 我一下子 我现在脑子一边空白 等会咱冲来 你这么一晃 我光想你了 从前往后跟吧 我一会儿往后退着走 我收藏了很多这样的盒子 一直想出一本书 叫百合千合万合 在这家新中国第一个私人博物馆里 面对摄像机镜头 马维都讲述着每一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仿佛如数假真 这件大瓶我买了二十多年了 我当年买的时候是 价格应该在当时是非常贵的 一千多块钱 这个子盘塔呢 是我在苏比三十周年拍卖会上买来的 这个灯呢 也有一段历史 历史上是协和医院第一任院长的藏品 我当时是不可能买得起这张桌子的 在故宫的树方斋里 有几十件一支类似的家具 除故宫以外 我只建这一张 这只椅子呢 后来据传是和珅他们家的 因为这写着风光和雅 他特别愿意来了朋友以后 听人家请教这个问题 甚至你不知道从何问起的时候 他会给你讲这个柜子 这把椅子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就是 此宫其貌不扬 一双小眼睛 很诡异 因为他是北京人 北京人就是说 就是有北京人的腔调 他一定是一个不懂得生活的人 因为他把全部经历 全琢磨着 他那东西怎么归我 我的东西现在不喜欢 我怎么给卖出去 他是一个多侧面的人 甚至在一些形容词上 你可以 有的人可能用这个是宝译 有的人可能是贬译 比如我说他聪明 睿智 有悟性 也可能有人说他狡猾 鸡贼着呢 那比较准确的就是 学者 收藏家 建商 正是由于这些不可思议的藏品 和充满传奇的收藏故事 长期以来 马维都在大多数人眼里 一直带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然而 随着参与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多 他开始走进了公众的视线 马维都说收藏之家具收藏 新节床前明月光 我们先读一首唐诗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这首写进小学课本的诗呢 影响非常非常的广 但这个解释中呢 有一个大拗 李白说的床呢 不是我们睡觉的床 就是一个马扎 古称胡床 从2008年1月1日晚 11点开始 很多观众都不约而同地 守在电视机旁 观看马维都的电视讲座 整整半年时间里 长达41级的系列节目 马维都说收藏 像一阵旋风刮过 为百家讲坛栏目 赢得了不菲的收视成绩 站在那么多观众面前 面对镜头就侃侃而谈 而且这个比那个有些历史的那种客服不好讲 因为它很少有一个贯穿的故事 他不是别人书上 我讲曹操 谁不知道老鸡福利志在千里 还有你讲 我表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在文丸界 在收藏界 他是有自己珍重心的 那么北京独树形象 当初谁已经成功的举办了期限 那今天呢 又有三位著名的学者 加入到独树形象大使的行业中来 他们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于丹女士 马维都先生 还有江云先生 仿佛一夜之间 马维都拥有了大批崇拜者 人们把他的这些粉丝称为马蚱 在观众眼里 他是和于丹 易中天等人定价齐驱的学术明星 马老师百家讲台讲得那么好 他一定是名人 尤其是百家讲台以后 大部分时间是抓不着的 因为他压根就不在北京了 就可能出去了 讲座 参加签名授书 各位读者注意 别动 都别动 希望大家配合一下 谢谢您 几本书修好了 现在往前走了 往前走了 你要能成为一个收藏家 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是应该你有著书力说 如果仅是你买点东西 我觉得这不能算什么收藏家 就是算个财注吧 这里是北京市东北五环外的南岗路 这座红顶建筑 与相连的普通民房相比 虽然显得有些特别 但如果不是立在门口的这个招牌 人们很难想象 在这中日紧闭的大门里面 就是马卫都的官赋博物馆 可是院子里的氛围 却与外面的环境截然不同 从陈设上可以看得出 主人的精心布局 墙上的这句话 取自老子的名片《道德经》 管名官父 正是由此而来 意思是 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们这个门窗是刻意设计的 留下这道缝 因为大部分人的参观路线 都是从我这个方位来的 到这先通过这个缝 看到了空间的一部分 非常神秘 然后再继续走 走到这门这 才看到这屋子的全部 我觉得我们展成的时候 必须有一些很新鲜的感觉 让人家看到 官父博物馆里 分家具馆 陶瓷馆 工艺馆 和门窗馆等几个部分 与传统博物馆 按照社会发展史顺序 陈列展品的简单方式不同 这里的展品 是按照传统的 室内起居环境布置的 人们在这里 看到的是 古人精致的生活场景 从一开始就想 我希望博物馆亲切 为什么呢 就让你既知道 是在博物馆里 又能体会古人的氛围 它是布置成清堂一样 一条案 圈以中建卦以中堂 这边是一踏 那边是书案 你就知道 这些是好东西 果然它摆在那儿 营造了一个氛围 使我想就住在这儿了 这样一种感觉 这是我看到最细致的门窗 它的雕刻 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极限 它所雕刻的内容也非常丰富 你比如说这是我们小书学的课本里就有的 曹冲称像 它这有四个字 大传称像 像鼻子被磕了一块 所以有点像猪 由于雕刻细致 我们都准备了放大镜 让客人来观看它的雕刻的成就 我想当一个民族生活有如此细致的时候 那就表明了民族的生活的信心 我们在兵荒马乱的时候 绝对不可能把房子盖成这样 一定是生活富足的时候 这一组门窗都是乾隆时期 扁形的民间作品 我每次去他的博物馆 都会对曹冲称都感觉到特别的羡慕 觉得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做了大事的人 真的是终极炫耀 就是我们老百姓说 臭险的这点 他也是终极的 没有任何东西 实际东西跟他相比的 在慕名前来参观的游人眼中 这些数量可观近乎于珍宝的文物不懂价值不菲 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很多人也因此对这些财富的积累过程颇感好奇 他的资金的积累还主要是文物交易的一个积累 他在最早的时候他要买很多东西 也可能要卖很多东西 不停地被淘汰的 一个时候你看到这一点 觉得特别好 你买回来的 隔了一段时间你看到跟类似更好 你会把这放掉 对 放掉了 反更好 我喜欢文物的时候 是文物在2000年以来掉到最低点 甚至还说你是风自修的需要杂烂的东西 特便宜在北京八面槽那有一个收购站 他每天他限量 打个比方说我就限量收200件 排着大队 比如罐子可能就是五块钱或者十块钱一个 而且也不用看你是元代是明代的还是清代的 大体 保不齐那里边就有元清花大罐 我第一次买东西大概是78年 78年79年开始花五毛钱 一块钱买过瓷剂 谁能想到这个东西二三十年之后 有这么火的一个收藏市场 原来撒瓜俩早就能买了一件东西 现在居然几万十几万上百万了 谁能想得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国内收藏热开始升温 民间文物交易市场也逐渐开放 随着专业的文物拍卖公司相继挂牌营业 古丸的交易价格也迅速飙升 文丸界的人他一定是唯利是图 不太清楚 但是他确实可能是原来便宜的买 买过一些东西 买过一些东西 可能有一些他看到更好的 那么他觉得收藏价值不是非常高的 他可能会转让给别人 转让给别人 他可能是一块钱买的 他这一百万他就卖了 过去我们老太说的一句话 叫五马焕六洋 就是说我卖了几件东西 又买了几件就这么回事 还是这点东西 就您看卖过来的 对 这话多少钱 你还想知道钱吗 那还要说钱吗 我觉得尽量不说钱了 你要愿意说我就说一句 反正我觉得说钱了 说钱不好 重金就够了 说钱显得挺好的 在交易过程中 他一定会有小脚脚 而他的小脚脚一定是高于别人一程的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事情做得好像说不得 更炫耀不得 所以说如果说马亦东是个收藏家 是一个古玩商人 我觉得后者并无贬义 这是他成功的一方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私人购买古玩的途径主要有三个 上门收购 在逐渐兴起的古玩市场里进行地下交易 从文物小贩手里直接购买 为什么我捡了很多漏呢 就是因为我这个机会太多 那过去出去觉得到处是漏 捡漏是古玩界的一个术语 意思是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很值钱的古玩 而且卖家往往是不知情的 我到了福建五一山的山里头 就原来我们红茶出口的那码头那 现在已经是荒废得不得了了 我说这儿您来过没有 那早就去过了 二十年前都去过了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不懂不重要 它重要的是你勤快就行 没准能坐几个小时的 小垫驴子 都那样 还得抱着瓷器 还别摔碎了 有人这一堆家具里有一件瓷器 它不知是什么 它就大概的江本球里 要买的便宜得卖的也便宜 穿着破一拉撒 跑到边缘山区 憋饱 顶直叫板 揣摩互相的心理 能二百买的绝不可能花五百 绝不是我大腕里说的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一定是杀价个人杀的倍儿狠 收藏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 能不能得到理想的收藏品 往往要看收藏者的胆量和运气 一旦遇到抢手的古董 如果不能把握时机 稍有犹豫 极有价值的藏品 就可能失之脚臂 我们早期的市场都是游击弹性的 判断的都是你瞬间就得判断完毕 你可能一起身这东西就不是你的了 所以就变成了突飞打枪 顺手就有 你必须要练成这个 这一发子弹打不动就会受伤 所以每次都是一个全身灌注 一个紧张状态 这就是平时的一个训练 你不训练 你不实战训练 你绝对没有办法 在北京的收藏界 尤其在民间文丸收藏爱好者眼里 马威都的眼力几乎成了神奇的代名词 他无论到哪个卖古董的店 大家都认识他 哎呀马先生来了 都认识他 然后就会有一些想买的人 就在我们不远不近的那竖着耳朵听 看他看哪间东西 他看哪间东西 他要说这东西好 他问价 他说好 他转身走了 那就立即会有人上来买 那个监听室定了吗 就里头三是吧 在三下午一点 就还是那个时间 从1997年建馆之时起 除了进行馆藏文物展览之外 北京官府博物馆还开展了一项 针对社会上普通文物爱好者的服务项目 不定期的举行文物鉴定会 自从百家讲坛栏目播放了马威都说收藏以后 来到博物馆找马威都进行文物鉴定的人数积登 不少外地人一下车就直接赶到了这里 好 您好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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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先从这马说起 好吧 你觉得这马的那个动态 它这个动态 它这个动态 它特别像哪 像从北部进来李自成签的那马 一般情况下在这个秦汉时期的这个马呢 都是静态的 你看那个兵马俑啊 汉代的马都四字乌落地不动啊 是静态的马 到了唐以后动态的马就开始多了 但是也没有这么笨拙的动态 这个马是一个很笨的实验 你可以查一下 这个图谱没有这样 很少有 就没有红 这个造型 气身 臃肿 跟穿着一个棉裤似的 臃肿 所以这东西肯定是个 都不能算房片 是一个艺术 你想把那一组一看就非常差 就是离的那个真实太远了 那我告诉你 都是比较接近真实的 我只能告诉你比较接近真实 这个军瑶跟属于那个早期的完全不同 我做中国器物的鉴定家 我肯定是非常全面 非常称职的 他是我们就一般说高野 他真的能够看出这个碗是什么朝代的 那个碗是假的 他想反的是定谣 跟定谣的本身的差距非常大 你不认识的东西你根本就说不出来 我有没有碰到过不认识的 也有 很少 他给别人看东西 人家刚从低落出来 这还刚露出一点的 这东西不对 这件是个老的 碗轻的 里头的右色过于明亮 这也是个房品 连个房品都不能 什么房间 这个房品都是三中全会以后 真正好一点的文物 大概有5% 对的 不会超过15% 85%都是有各种问题的 像这样的人都是经过现代的训练 这人刚开始学 看小孩画的 一看三个就签了小学书 真的都一样了 很多文物的信息 非常容易让你捕捉到 只是你不熟而已 对吧 这么说 那站着一帮子人 我说那帮子人全是北影剧团的 你远看 你说肯定不是 那肯定是一帮民工 那怎么是北影 你怎么判断 你上年没问人家身份 你什么都没有 你过去一万人果不其然 人说第一回进北京 想找点活干 肯定不是北京电视剧团的 肯定不是 你怎么去判断的 你是凭借你所有的经验 一瞬间就判断完了 那这太简单了 按照官复博物馆目前的规定 鉴定需要提前预约 鉴定日当天 收藏者到现场后 要拿好等候 由于来找马卫都 做鉴定的收藏者很多 并且每个人都不止带一箭股丸 因此马卫都的鉴定时间 显得极其有限 你像我们一个鉴定日 大概都是有100人 两三百箭 最快的也就是 一分半钟平均一分半钟一个 如果我慢一点 那到天黑你也慢 这是我看的这本书也好 因为我们家的地库里面 就有这么多的夹鸡 因为这可能是外公留下来 我就想拿来 这是上面那个梯子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您知道我呀 我鉴定了 那个主要是根据东西判断 您至于说它是哪来的 是你们家古传的 这个我都不管 我只告诉您我明确的意见 好吧 我明确的意见告诉您 就跟您到医院看病 这医生就告诉你 就这个意见 你能接受呢 那我肯定接受 对你如果不能接受 你就换一个医院看 那没有问题 你把那个拿起来 我看 这也是 这也是这个问题 它的雕工还不错 就说质量上 做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不是很早 这个东西不会超过 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今年是30年 好吧 这个很明确 这个还不是黄花梨的 这是红木的 他们很希望得到一个结论 结论性的意见 因为很多人在拿到我这看之前 可能找了很多人去 你知道这就跟医院一样 为什么有的人在当地的医院 县城医院看完了到省城 省城看完了 最后进北京 北京还在这找协和 为什么 他觉得到这 就算最后的结论做完了 你好 在文物的真实性 被马威都认可的情况下 博物馆可以有偿 给收藏者开具一份鉴定证书 但是目前 很多人并不认同 这种完全依靠专家肉眼 和个人经验 来辨别文物真伪的鉴定方式 尤其对那些花重金 购买藏品的人来说 这种鉴定结果 更容易出现争议 你到我这来 你就要相信我 我也本着职业道德 跟你说心里话 我不能哄你高兴 这个人第一眼力很好 第二 敢于在面对镜头 公众面前 能够说出自己的观点 直言不讳 我觉得人在 尤其对着镜头 人家第一爱说大话 第二爱说瞎话 他花了160万 他相信这个东西 能值1600万 你打算他这个梦 你想是一件 多么残酷的事 这领域挺复杂的 不光是真假难辨 还有这个东西 有时候牵扯到经济利益 有的东西是拿来抵账的 有的东西可能是 咱们买贵了 或者是什么 都可能会引起这些人暴怒 对不对 这可能 跟医院一样是有风险的 为避免因鉴定可能引起的麻烦 博物馆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 在马威都鉴定时 无论是多少人同来 每次鉴定只允许一个人在场 此外博物馆还在鉴定现场 放置了一台摄像机 都有全程录像 说得清楚 你比如这东西万一打碎了 或者什么语言激烈 干什么出现问题 你不知道吗 因为你不知道每个人的背景 虽然官复博物馆 举办的文物鉴定活动 是不定期的 但只要时间允许 马威都每个月 会抽出一两天时间 接待慕名前来的收藏爱好者 按照每天平均一百人 每人平均鉴定三件藏品 每件藏品收取三百元鉴定费来估算 每个鉴定日 博物馆都会有一笔客观的收入 很有质量的生存 很有品味的生存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简单的一件事 我今天所有的所拥有的都没了 我依然可以很好的生存 你比如说我到城里去 我选择一个很交通便利的地方 一说就清楚的地方 我开一个 比如我就叫古玩门诊部 我一个礼拜只要我经营一天 我就能过很好的生活 30%的不运症 是因为输卵馆堵塞所致 这种极度被认为是不治之争 他用20年时间潜心探索 终于找到了打通输卵馆的方法 下周一同一时间 请收看人物栏目 毒孕症治疗专家陈亚琼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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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